另外花林县议会建设小组一行人 在议会开议之前进行了下乡考察行程 那么包括了了解录影区营地申请目前的困境 七星潭风景区整体风貌提升计划 以及新城乡西干县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 是否足以解决新城乡内部分淹水等等的问题 做好监督宪政的工作 花林县议会建设小组在交集人谢国荣带领之下 进行下乡考察行程 包括了解录影区营地申请目前的困难处 七星潭风景区整体风貌提升计划 还有新城乡西干县雨水下水道新建工程 最主要我们建设小组考察 最主要的就是说录影区这个部分 希望说我们新政府能重宽 让这些业者能申请到执照 第二就是我们建新城乡所有的雨水的排水系统 到这个七星潭这边来 有没有做好整个的流程 包括了蓝垃圾坝这个有没有做 第三个就是七星潭的雨后延期 这个所有的行为是一亿多 然后整个的规划过程跟里面的编列 跟这个繁荣 难道这个部分 有没有规划完成 最后好 希望说这个是针对我们七星潭 对我们的门面有做得好 对于露营区的申请流程 先议员林元傅 郑宝秀都认为 可以多加协助有意经营露营区的业者 华联是观光大县 那未来露营区可能会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 那未来的市场 那可能会有很多已经在经营 但没有取得合法执照的 他们有需要补证 那也有很多在经营 想进入露营场经营的业者 也想要来申请露营场 那到底怎么样的土地 树地 空地 农地 他有什么资格申请的条件 小小小小的这个露营区都有 我是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从宽 认定 协助我们业者 愿意带动我们花莲县观光的来协助他们 不要说依法依法 没有 如果是依法的话 我们大家都不要吃饭 那我希望我们观光处这边 包括我们县问这边 一定要帮忙我们业者 愿意来带动我们花莲观光的人 的那个业者的忙 这样子是我最期待的 而目前已经完成的新城乡西干线 雨水下水道工程 议员们希望可以再争取经费连结 A D干线 减少北埔淹水的问题 因为呢民有界的A跟D干线 已经做好以后呢 如果把这个西干线连起来 以后呢在北埔这个部分呢 未来就不会有淹水的问题 尤其是青年住宅淹水的问题 我们希望呢这个县城乡公所 未来可以新做这个排水沟 把这个排水沟呢 直接连到这个民有A D干线的部分 还有另外呢 家里社区往年都有所谓的淹水的问题 那现在呢整个A D C干线连起来完成之后呢 不只是这几个社区能够受惠 另外县政府争取到七星潭风景区 整体风貌提升计划将近两亿元经费当中 将会新建七星潭风景区旅客服务中心 议员们希望能够创造当地的就业机会 间接带动地区的观光旅游 地方产业还有观光效益 借了我们一圣花莲市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